望去一片綠林 優美景致 應該屬於俄羅斯國家公園一部分 但周邊鐵絲網圍繞 二十四小時警衛嚴密看守 只為他一人服務 俄羅斯調查媒體集團 檔案中心最新曝光 普丁在卡瑞里亞的秘密別墅 距離敵人家門口不到三十公里 接近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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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公里 這是卡瑞里亞的河里亞拉克 市民民說 普丁在這裡最少每年 2016年曾有別墅相關訊息流出 但細節未曾曝光 如今透過影像及衛星定位得知 別墅佔地約四平方公里 比摩納哥還要大一倍 主要有三個建築 牆壁牆 牆壁 和牆壁 名為古倉 實為招待所 內部有客廳 私人釀酒廠 二樓還有茶室 建築物外泳池 而且這三棟建築 都有各自的停機坪 以及遊艇碼頭 據傳普丁與四十歲的情人 卡巴耶娃 兩人共享這片豪奢秘境 過去俄國反對派披露普丁的黑海奢華皇宮 折合臺幣超過三百九十億 西伯利亞也疑似有全家人保命的地下碉堡 如今靠近芬蘭邊境也爆出藏身處 儘管俄國官方並未證實 但相關組織誓言還會揭發普丁更多巢穴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